5秒鐘快問快答 這三位大美人除了漂亮之外 還有什麼共同之處 就是他們的吸金力同樣驚人 近日由韓國傳媒踢爆 一線女神傳之然憑愛聲人神劇爆紅之後 廣告邀約不斷自然豬籠入水 據地產界相關人士透露 全自然在14年6月 以75億韓王 即是大約港幣4800多萬 扣入三成棟的豪宅 再在去年5月以大約44億韓王 扣入輪近一棟兩層高的別墅 再加上她結婚之前所住的預所 全自然在首爾的貴家地段 已經擁有3個豪宅 總值超過155億韓王 超過1億港元 觀絕韓國女星成為物業女王 而今年1月榮聲人妻的 韓國第一美女金泰希 現時首持物業包括她在14年7月 在首爾江南區扣入的商用大廈 每年回報率高達6% 再加上其他物業 總值超過132億韓王 即是大約港幣8800多萬 僅次於全自然排名第二 至於第三名就由收支奪得 國民初戀去年大手筆 豪訂37億韓王 扣入江南區一棟大廈用作投資資用 再加上本身入住的豪宅 年僅23歲的秀至 首持超過半億物業 認真厲害呀